但是 话说回来 林一牧去哪里了 他去哪儿 不是你最清楚吗 就是啊 拜托 上次你车出问题 他二话没说就追出去了 对啊 他没告诉你啊 上次一听说 你开着雅琳姐那辆车出去以后 他搜了一下就出去找你去了 结果还出了车祸 这么大的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怎么弄的 硬手 就是大半夜 从事我摔的 进屋里 我给你脚冲 比我大坏的啊 就这个 慧珍干吗 来 慧珍 进来 进来 补人 老公 你享受一会儿 你看他就有风 喂 林一牧 你在哪里啊 你不要动 我现在去找你 你不要动啊 哪儿 天哪儿 天哪儿 这班军 她们可以做做工 可以了吗 我也是 你就能送你资料 最好 白 看来一切进展很顺利嘛 你立了大功啦 过奖了 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有 老闆今天很不一样嘛 你觉得这一切 是不是因为我的美貌 应该是吧 哦 罗伯特 那里有很棒的酒店 真的吗 你也想和我一起喝酒吧 是 好 老闆一起吗 哦 我就不去了 好 谢谢你今天吃饭了 我非常感谢 是我的喜爱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这位客人想要在回锅前 当面向你表示道谢 你做得很好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经理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浩宇 我的会议结束了 你在哪儿 没有 我还在家 不过马上出发 好 一会儿见 嗯 好 好 下桥 浩宇 你是谁 你是下桥还是慧珍 你听我说 你是谁 浩宇 你听我说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下桥 我是李慧珍的朋友 下桥 好 浩宇 浩宇 你听我解释 你告诉我 真正的李慧珍 是 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 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 浩宇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是 他说 你听不了 你听我说 这很严重的 只有这么严重的 绍我们的 你什么事 真果然 你这伤是怎么受的 是不是我去采访那天 你跟着我去了 然后因为摩托车出了事故 所以才受的伤是吗 快说啊 是不是 我 听说你拿走了车 听说你可能会出事故 可能会受伤 我第一时间就冲过去了 没想那么多 那你都看到了 看到了 我看到了你们在大雨中拥抱 所以呢 那为什么我问了你很多遍 你怎么受的伤 你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就这么远远地关注着你们 祝福你们 不是挺好吗 没有 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白皓宇对你不好 记得你身边有我 我和你虽然没有十几年的感情 也没有青梅竹马的回忆 但是在任何时候 你只要需要我 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 我还没有想到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善了 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你 像你这种人 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朋友 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互相帮助 后来他搬家了 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因为他跟我说 只要学了结霸 然后能够打赢这个游戏的话 就可以在全校称霸 你真的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白皓宇 小皓宇 因为我天生又自来捡衣 一道水就会变成这样 安晨 东西 老师 再借了 好 这种这种 是的 不一程 怎么能不输 我也团了 我们立刻 提起了 白皓宇 好久不见 什么好久不见啊 副主编 我们刚才不是才见过面拍过照吗 好久不见 你过得好吗 好久不见 白皓宇 好久不见 一会儿公司见 去吧 那个 没关系 去吧 去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对不起 我 你要不要 你不会 你不会 你会儿 让我绝对你 要不认其他 对不起 我 吗 对不起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